大家也請各位鄉親 讓共同求助 我們各位好朋友 讓我們一起去 我們一盞大黑的民主 我們要來敬禮 拜託大家 謝謝 我們掌聲鼓勵 謝謝總統 也請總統繼續留在台上 不然 聽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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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給你 贏官官 我們來做會 要請大家 由總統 傳來到我們所有的好朋友貴賓 來做會 敬禮 今天大會圓滿成功 Cheers 乾杯 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 我們的屏東同鄉會總會長 我們的首議長 蘇院長 我們在場 還有很多我們傑出的屏東人 大家看到了 我們今天來的有 我們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蘇院長 還有幾位院長級的屏東人 我們吳景雲 吳院長在這裡 還有曾永泉 秘書長 那我們監裁院 張院長 也是我們屏東人的媳婦 我們真的很高興 今天有一個人 我們是我們的醫藍人 在這裡跟我們組會 就是我們劉錫坤 劉院長 我們大家看一看 劉錫坤 好嗎 我們的鄉親 宗長 跟我們所有來現場的貴賓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參加 跟我們的屏東統統會 中會成立 在這裡 要跟我們所有 全國各地發展的屏東 鄉親 宗長 在這裡 大家可以做會 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 跟立法院 蘇貞昌 蘇貞昌 我們還有辦法 可以成立我們的中會 我們的蘇貞昌 也等於 第一次的中會 我們的貴昌 所以讓我們的屏東 弘鄉 可以有一個大家在一起的機會 我聽說在這裡 現場有差不多一千人 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城 在這裡看到大家在這裡做會 我也很高興 我的爸爸 也是屏東人 在屏東出現的屏東大小 也在台北做事業 我們台北統統會 也是我爸爸來成立的 所以我小孩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 我們的屏東的東洋 在台北發名 我們的屏東人有一個特性 會互相幫忙 互相照顧 所以屏東人是很團結的 從你坐在那裡 我們就看到 這個地方的我們的現場 有我們在台北 在台灣的每個地方看拼 有太多的東鄉 這個不幸運政黨 這是我們屏東人的傑出的代表 今天我們都會在我們的同鄉會總會 在這裡一起聚會 代表的就是說 我們同鄉之情 遠遠超過政治 超過一切 所以我要在我們的屏東 肯定說 可以有一個屏東人 自己的地方 我們可以超越政治 超越黨派 一起來享受我們同鄉的親情 每一個人 我們的屏東人 有心情之後 都會想到回饋我們的故鄉 所以在屏東 有很多我們在其他地方 有成就的我們的鄉親 都會回去 回饋我們的鄉裡 做總統也是一樣 這次我們的前瞻建設計畫 我們也沒有忘記屏東 我們希望屏東可以發展得更好 尤其是我們的館長 我們的攀建長 很積極爭取屏東的建設 希望我們的屏東 在台灣的最南方 能夠發展得更好 所以這次我們的前瞻建設計畫 裡面 有我們東港的觀光鐵道 也有我們恆春的觀光鐵道 大家最關心的 是不是高鐵要延伸到屏東這個事情 我們也要做現場 做評估 不過這段時間 我們要全力來做的 就是要提升左營 到屏東的接駁運量 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讓屏東的交通更方便 讓高屏地區區域聯合治理的成績 做得更好 我經常在說 一個國家發展得好不好 不是要看都市 要看鄉村 我們推動基礎建設 就是要縮短城鄉差距 讓台灣更進步 更發展 我們評論就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大家說是不是 區域金橫就是前瞻 投資台灣就是前瞻 我們現在做的一件事情 都是要讓台灣發展得更好 更進步 從最近我們公布的數字 經濟的數字來看 我們景氣真的在恢復 無論是景氣的燈號 民眾經常性的薪資 出口貿易的數字都在成長 我們失業率也在下降 這證明了過去的一年 我們打地基的苦工 已經看到有一些成果 但是我也曉得 數字只是參考 真正重要的 是要讓每一個台灣人民 都感受到景氣真正在變好 台灣越來越有競爭力 越來越有希望 所以政府一定會更加的努力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最後 我要再一次謝謝蘇院長 各分會的理事長 各位的中長 還有 有了你們 讓台灣變得更好 讓屏東也變得更好 謝謝我們今天很多的好朋友 一起來參加這個盛會 我要敬祝大家 我們所有在場的屏東鄉親 我們的貴婚 能夠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我們屏東同鄉會的總會 會晤昌榮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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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